騎摩托車如何預防被追尾? Hello,大家好,我是老王 在日常骑行過程中,安全是重中之重 严格遵守交通法規,掌握好必要的安全駕駛技巧 对于提升在骑行中的安全有着极大的帮助 我们可以控制好自己的车辆,不去撞别人 那么如何做到不被他人追尾,这个也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老王就在这里教大家几个 就是预防被他人追尾的安全駕駛技巧 希望给大家能有所提示 在日常骑行过程中,如果遇到等红灯的路口 我想很多车友一般都会像这样停车 骑了那么长时间,终于可以歇一会儿了 挂入空挡,两腿自然放松 活动活动身体,放松放松胳膊 正在看视频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但是如果此时身后有一辆失控的汽车驶来 视频中的摩托车肯定是躲避不及,会被撞成夹心饼干 那么如何来预防呢? 下面老王就来为大家讲解正确的操作 以视频中的绿色锥筒为例 假设它是一辆已经停止的汽车 而两旁的红色锥筒代表其他的两条车道 下面来模拟一下在绿色锥筒后停车 很多骑士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 停车时习惯离前方的汽车很近 不光如此,视频中的这位骑士还停在了车道的中央位置 那么如此一来,如果后车刹车不及的话 他必须要做出很多的动作才能躲避 另外一个常犯的错误就是停车后立马挂入空档 因为短暂的红灯时间用来休息放松一下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如此一来,他就等于将自己的性命完全交给后车了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挂入一档 然后通过后视镜观察后方情况 做好随时起步变道的准备 所以停车正确操作步骤分为四个 首先在停车时要找出至少一条可以迅速躲避的路线 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 至少要有一条紧急避险的路线 第二,在停车时一定要空出与前车的距离 这样你才能迅速的驶入紧急避险车道 第三,就是在你刹车前就要观察清楚 从哪边行驶最容易逃生避险 那么在停车时就靠近容易逃生的那一侧 这样在紧急时刻你就更容易逃离 最后一点就是在停车的时候 将车头偏向更容易逃生的那一个角度 这个动作可以让你更容易的驶离危险车道 同时偏侧向停车 也能让后方司机更容易看到你 那么以上四点就是避免被后车追尾的小技巧了 如果在后方来车刹车不急的情况下 这个方法真的可以救你一命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预防追尾的小技巧 就是希望给一些新手朋友们能有所提示 觉得还不错的小伙伴就给老王点个赞 关注一下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